家猪的主件是谁 有人知道吗 他骑着这个电瓶车 然后跑到我车前面 然后拦着 哎我认识你 哇 你怎么吃饱了没有 我看都没吃两口 花猪被隔 花猪被隔离了 然后我第一次听说猪还能被隔离 太奇怪了 把这个搬到咱们家农家乐里面去 好吧 在咱们家门口里弄一个 天气好的时候 然后在这里面睡个瞌睡 看看天空 啊 不知道 他那个塑料的感觉 塑脚 应该不是玻璃 小爱姐姐今天带我们来长见识来了 这是宁乡的一个龙家乐 是卖花猪的 全是美女 来美女打个招呼 这个拍照的这个小姐姐跟我一个信 她也信熊 来我跟我妹妹两个人特别好奇 就是这里的宁乡花猪长啥样 完了之后来了之后老板告诉我们说 花猪生病了 花猪隔离了 花猪被隔离了 然后我第一次听说猪还能被隔离 太奇怪了 这个就是小猪的猪院 可惜今天小猪都不在家 哎呀这个拍摄就专一了 各个住手 你看 还有导演 来握个手 小可爱 真的地上 你看这是 而且还是有住手的 这个场景就是我们小时候待的 小时候家里就是这个样子 你们小时候家就下面烤火 烤火的 然后上面熏肉 就是这样子熏出来的 湖南都这样子吗 对的都是这样子的 这个 这个夹钱 你们叫火钱 我们叫火钱 对 他们那边是民宿 然后呢这边就是酒店 这一排全部是宾馆 酒店 然后已经住满了 哇 哇 你怎么吃饱了没有 我看都没吃两口 吃不惯他们忽然的餐啊 好辣 哪一门是那个白椒 拉到嗓子里面去的 哈哈你不知道咋学话 哎我是真的佩服我妹 我跟你讲 那么多好吃的吃不嘴里去 你跟傻子样 突然有种回到校园的感觉 是吧 赶紧走吧 在操场上我都跟他躺了中间的 晒着太阳 傻子一样 太傻 哇 这个状态好 我决定把这个视频图片 相片给我爸 让我爸按照1比1复刻 给搞一个这个 这句话很好 龙村是一个广阔天地 在这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可以说 这句话我喜欢 要回农村 不要嫌弃自己出生的地方 也不要嫌弃自己的家乡 我们要用自己有限的能力 去把我们自己的家乡 建设的更美更好 对不对 所以我也要回家了 我要建设我的美丽家乡 他们这边真的很好 宁乡的文旅局 以及隋州啊 据我所知 湖北这边 文旅文旅局啊 都特别特别重视 呃 这些农村的发展 以及那个旅游业 最近的那段时间 你们刷视频 是不是经常看到 某某某地方的文旅局长 然后穿一些漂亮的衣服 然后搞一些动作 然后宣传自己的城市 然后宁乡也是 我怎么没有发现 我们河南信仰的文旅局 去搞这些东西啊 我感觉他们好像 就不重视这一块 你看我一进入湖北也好 然后还有就是 湖南也好 他们这边的旅游业 都很受到重视 包括之前去年 我旅游就是摩旅 骑摩托车 有一些就是城市啊 他们都是很重视 比如说你像我们 摩旅到某一个城市 然后很多 呃 接单站咱就不说了哈 还有就是一些车 你像塞坑勒车的 那个他们的售后啊 还有就是 C4店 他们都是很热心的 接待我们 很热心 很很热心肠 然后 哎 我骑着他们的摩托车 然后他们的品牌的摩托车 到他们这个城市 一定要尽地主之一啊 一定要 一定要邀请我去参观 参观他们的 那个店啊 啥的都很不错 我总感觉我们河南这边 有点不太重视 有时候我们信仰 都不是很重视 我觉得我们 我们老家的领导 该把这一块重视起来了 尤其是文旅局这边 好歹我们河南信仰 也是信仰毛间 中国十大名察之一啊 希望这个视频 能被我们本地的领导刷到 该重视起来了 你看人家这多重视啊 好巧不巧 风一瓶 好巧 哎同学啊呢 好小呀 这么小的猪怎么舍得吃啊 你再抱一只灰价吧 放放那个后备箱 给它抗走是吧 对对对对 问一下大家 家住的主先是谁 有人知道吗 给个显像给他们 一个显像都不给猜 硬猜 看一下看一下这个包 来来来来看一下这个包 我说他是A货高仿小爱要揍死我 他就是个高仿 你就是个高仿 这个气质也只能配 只能配在配配高仿了啊 哈哈哈哈 他气死了 哈哈 哎 哎 哎 笑死我了 笑死我了 没有 我们家小爱气质很好啊 余小雄你不定 哈哈哈哈 他是怎么捡你的余小雄 他骑着这个电瓶车 然后跑到我车前面 然后拦着 哎我认识你 哈哈哈哈 你就这么主动的 哈哈 不是呀 我看着他俩就很像呀 这就那么主动追星的呀 哈哈 你看你看 你这个狗更加主动 哈哈 这个狗好激动 看了我们的车 那狗叫什么名字吗 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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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这么 你就这么主动的是吗 你都喵小姐店的是吗 啊 这小伙 我真的是真佩服他 给你们看他拎多少东西 两个大包 一个 还有你这里还有 我想问一下你那一个店面在你骑的动吗 我必须要让他承受他这个车不该承受的压力 天呐你我是真佛了 你要带着什么东西这么重 还有这两个包 哎呀妈我的都拎不动了 这个我都拎不动 这两个两要抬 这个太重了 这个天呐我这真佛了 知道你这么多东西我就不叫你了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你 你立马就说过来了 哈哈哈 你不好意思了吗 你犹豫了一秒了吗 哈哈哈 你这话说人家都不好意思了 哈哈哈 哎没想到你对这个狗挺好的啊 这个狗的狗窝很暖和很结实 里面还有狗粮很重 现在到达 小爱姐姐这儿了 哈哈哈哈 是不是感觉特别的有缘 我们上次在雪山遇到几个月没见 哈哈 小爱姐姐又漂亮了 哎 你真会说话 哈哈哈 人家都会说话 现在 小爱带我上高速带我飞 把我抓来当司机 开车开了我脑袋疼 让他开他不开他说还剪辑视频 我服了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到常德了 猜猜看我们要去哪里 我饿了 饿了自己去买卷 我们要到哪里 小爱要见我去 给你见大网红 见一下市面 走 哈哈哈 锁车我没锁车 没事 当司机的感觉真好 哎呦妈 哎呦妈呀 哈哈哈 手机都掉了 手机掉了 好了手机 快到了 还74公里 我给他说的是47公里 哇 我开快一点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我给他说反了 开快一点开快一点 哎呦得死 不操120就行了 我今天又不直播又不干嘛 我要直播我要挣钱 你卖了你能挣几块钱了 你直播一场 有钱有钱有钱 现在在高速都跑了两个多小时 这个地方是真奇葩 先下高速再上高速 汉寿甲鱼甲田下 常得野生动物园 好了 旅程结束 现在回泥乡 跟着小爱一起 绕了一天 好玩吗 小爱 觉得大主播的生活过得滋润吧 滋润 但是而且大主播 大主播比想象中的 要和蔼 可亲很多 以前总觉得大主播都是那种高高在上的 然后不是人家烟火的 没想到不是这样的 人家都很热情很热心